大家好,我是阿九。欢迎来到《格局小了》,一个韭菜自嗨的频道。 近年,尤其是美国爆发BLM示威以来,世界各地当然伟大的中国除外陆续发起类似的运动。 结合动漫游戏界长年以来的SJW文化,这种极端强调身份政治的风气,颇有文革红卫兵的味道,甚至过之而无不及。 今天,借一则近期新闻,来聊聊身份政治如今变成是多么的离谱。 同样,先说结果。 实况主抗议《模拟市民4》不重视黑人创作社群,EA公开致歉。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EA在上周的《模拟市民》幕后高峰直播活动节目中揭晓了《模拟市民4》、《The Sims 4》、《未来的动向》与新作Project Rene,一般玩家都看不出什么问题。 但在黑人创作者Evnix眼中,这个直播节目显示,EA并不尊重他们黑人创作者,于是他提出了抗议。 而EA则在上周末回应向玩家致歉。 根据Evnix推特表示,他声称在节目中完全没看到,EA介绍黑人创作者而感到相当生气。 而他指的正式节目《The Sims 4》环节24.56分,画面中出现多位《模拟市民4》的实况主与YouTube内容创作者的宣传。 不过,实际上影片中并不是完全没有黑人创作者,因为《模拟市民》实况主Steven Works确实有上镜。 在其他网友的提醒下,Evnix虽然为漏看到歉,不过仍表示只有一位黑人创作者被提及实际上有两位,足以显示,EA并不重视黑人创作者社群。 于是,EA为此道歉。 根据EA模拟市民官方推特表示,我们在模拟市民幕后高峰活动中的创作者环节并没有公平地展现我们广大的玩家族群。 所有模拟市民、黑人玩家所做的一切都值得在模拟市民中被人看见,我们会认错负责,我们以后会做得更好。 面对EA认错,Evnix仍期望官方拿出实际行动证明,而它也转推了由黑人创作者发起的网络联署活动促进《模拟市民4黑人》内容表现与黑人文化推广。 该活动发起内文阐述,EA在这次幕后高峰会不重视黑人创作者社群, 希望透过网络联署呼吁EA落实他们的请愿。 同样的,Segamers网站上,网友的回答也非常精彩,说明大多数人还是有最基本的常识的。 例如,这群人根本就是只要看到任何地方里面有白人,就觉得是在歧视黑人吧。 太夸张了,把这也可以搞事。 可以停止这种无脑政治正确吗? 到底哪里歧视黑人,这也可以闹,觉得太超过了。 有毛病,有点超过了。 走火入魔了吧这? 黄种人社群呢? 快跟粉红的乳滑神经一样敏感了。 这个杯子强奸我,黄种人没份。 那白人有全部介绍吗? 如果都是黑人,是不要抗议。 下次全黑人上镜,这样就不会再被骂了。 以上就是网友的一些回答。 最后,在念一段维基百科上,中国大陆政治学者张晨晨,总结网路上对白左的定义。 张晨晨认为,白左指的是喜欢关心诸如移民、少数民族、LGBT、环保、动物保护等一体。 而对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毫无概念的西方人,他们是崇尚政治正确的虚伪人道主义者,只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道德优越感。 自认关心女权,却又能容忍伊斯兰那种最践踏女权的价值观,觉得这叫文化多元。 他们信仰的福利国家只能让搭便车的懒人受益。 好了,这期话题到此结束了。 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欢迎留言、按赞、分享。 我是阿九,下期再见。